我要来跟你说这个开口角度的秘密 最适合的角度是开口 下面的角度 嗨大家好 我是艺人商品会议的Nan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防灾意识非常高的民族 在日本防灾食品更是琳琅满目 不仅仅有饼干面包 更是有一系列的饭食商品 其中以韦溪公司次推出的干燥饭最广为人知 今天Nana要跟你介绍韦溪食品公司 在他们的冷水干燥米技术架 进一步挑战自己开发出一款 不用捏三角饭团的防灾食品 这款商品在2018年推出时 就卖破了150万个 非常的厉害 今天Nana会先跟你说明商品的开发秘密 接着跟你说明使用方法以及试吃 记得看到最后哦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专门是在讨论日本商品 如果你想要成为朋友心中的日本通 或是想要吸取更多的日本商品知识 记得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消息哦 三角形的饭团的第一个秘密就在于包装袋上面 你们有发现包装袋 其实它设计的这个不仅是要让你知道 产品是三角饭团 它整体的封条设计这边其实是都是封住的 今天Nana就要来跟你说这个开口角度的秘密 研发人员发现如果口径太小的话米会下不去 但如果口径太大的话下面的三角形又没办法成型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开发后 他们终于发现最适合的角度是开口7公分 下面的角度62度 产品开发第二个秘密在于里面的米 我们就把米倒出来给大家看 显得一件的不用捏三角饭团的米跟一般的生米不一样 制造过程就是先把生米炊熟变成熟米 再利用干燥技术进行干燥 这个干燥技术可以让产品拥有5年的保存期限 我们在使用产品时加水的动作就是要让干燥米 回复原本吹好米的蓬松口感 这就是为什么加冷水也可以做出饭团哦 接着我们来示范怎么使用 首先把贴纸撕下来 上面的封条撕开 把它打开 然后记得要把里面的干燥包拿出来 嗯好香哦 然后这里有水味 记得水加到这里哦 好了我们等待的时间已经到了 前面这一款是用一般的水做一个小时的烹煮 烹煮烹煮 后面这两款是加热水放15分钟 我们先来开前面的 他后面也会教你怎么开哦 首先就是沿着这个部分 把它切开步骤二 然后最后再按照步骤三 往斜线把它撕开 到底会不会是三角形的呢 打开了哦 就是这样吃 有没有很可爱 其实你就这样把它放下来 就可以直接吃了 嗯还蛮香的 再来我们开这一款 第二次开的比较顺利了 撕起来了 也要来脱衣服 日本的产品 其实没什么图示警工商搞的那种诈骗 你看外面跟这个包装 其实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是原本的 看一模一样 那我们来等开15分钟的饭团 其实我觉得他好像不太容易开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 不妨有剪刀扶住一下 太好开了 等我一下哦 你只要其实用剪刀给他开个小口的话 他其实很容易就撕开了 好了海带呀 将将 是不是 跟图示长得一模一样啊 超级厉害的 这个也是跟图示无物 好了我们四个饭团都到齐了 我们就来吃看看咯 我们来试吃昆布口味 没有好吃耶 饭是好吃的 但我个人就是昆布 没什么味道 接下来吃鲑鱼 鲑鱼就是普通的好吃 灾害时要吃东西有这个应该会很开心 接下来是热腾腾的 我们先吃海带牙 嗯 就是海带牙 最后一个 反倒是这一款综合的 有点类似我们油饭的味道最重 我觉得这款最好吃 整体来讲四款的饭的软硬程度都是非常的刚好的 不管是前面的用热水15分钟泡 或是后面的用冷水60分钟泡 爆出来的饭都是非常的软硬适中 而至于口味的话 因为nana个人的口味比较重 所以比较喜欢前面这一款就是综合的类似油饭的口味 海带牙跟鲑鱼的口味也是非常不错的 至于昆布的话 口味就相对淡了一点 对 nana要帮那个饭团便捷一下 我发现 其实她吃到后面味道非常的鲜 nana忘记搅拌了 对不起 所以味道应该都是好吃的 整体的产品设计 对nana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nana从来没有想过说 在救灾的商品上面 他们会这么深入的为我们的消费者去发想出新的东西 所以对于这个厂商的好感都是非常增加的 今天nana帮大家实测的日本这一款不用捏三角饭团 大家有喜欢吗 首先当然是在防灾救难的前提之下 有这样子的食物是非常的方便的 但是在口味上没有办法跟外面的7-11的好吃度做评比 如果你来日本玩的时候想要购买一些防灾产品的话 nana还是推荐你带回家哦 这一款商品目前并没有在超市或是便利商店贩售 记得一定要在上网购买哦 另外下一集nana将会针对日本知名的乌龙面店 在疫情的影响下怎么样去挽救业绩 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持续收看哦 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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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